上海这天气真的冷死了 今天这个结果的 初二想着出去转一转 毕竟前两天都忙着忙家务 忙着吃 今天决定出去玩 结果今天阴雨天厉害了 已经到中雨级别了 开车在路上跑的话 雨水 雨刮期要用最快那一档 呱呱呱 这个才能看清路面了 所以这个天真是纳塔年过定了 其实今天来讲 在上海是雨水天气 在很多地方还降雪了 别的地方 当然上海你说有雪吗 有雪叫雨加雪 这就不正经的雪 或者说人们大家经常说的叫毛毛雪 甚至于有人说 这就叫下个寂寞 下了个寂寞 冷空气一扫而过 非常冷 短暂 所以这个 这两天呢 仍然是会湿冷 不会让你感觉很暖和 所以你能够这个 待在家里呢 尽量待在家里 毕竟家里的 这个空调打足了 还是蛮舒服的 出门在外 还得戴口罩 这个不爽嘛 是吧 在家里还是挺好的 所以本轮的降水过程主要出现在二号和三号 就今天和明天 但是雨量呢 不算很大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雨量已经超出我的预估了 是不是小雨 绝对不是小雨 那四号的白天到六号白天 雨水占些 所以要想洗晒的人呢 勤快的人呢 四号和六号是必须要抓紧的 而六号的夜间开始 雨水再次卷土重来 八号以后才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 所以近期天气湿冷 你要注意穿捡衣服 也在家里面呢 营造一个温暖的氛围 当然吃方面呢 也要注意避免吃得过于油腻啊 否则你这个没时间出门去转转 可能这一个假期就要胖上三斤 或者十斤 那是蛮恐怖的 一上班别人都不认识你了 谁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